王老师为四年级羽毛球队的同学测量身高 其中两个同学身高153厘米 一个同学身高152厘米 两个同学身高149厘米 两个同学身高147厘米 求四年级羽毛球队同学的平均身高 那么要求四年级羽毛球对同学的平均身高 其实我就是用总的身高数除以人数 对吧 来看一下总的身高数 其中两个同学是153厘米 所以他们两人的总身高数是153厘米 一个同学是152再加152 两个同学的身高是149 那么再加149厘米 两个同学的身高是147 那么再加147乘以2 来看总人数是几 2加1是3 要写到完整的式子 2加1 再加2 再加2 哇这个式子计算起来还有麻烦的 对吧 但是我们的式子列的是对的 对吧 是对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求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求了 同学们可以在草稿本上把这个式子的完整的答案求出来 前面是总的身高数 后面是除以总的人数 2加1加2加2 好 那么接下来我想找一种简面的方法和大家求出这道题目的答案 因为这个式子我一看有点头晕 计算起来太麻烦了 找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同学的身高都徘徊在多少厘米 150厘米上下 对吧 都徘徊在150厘米上下 那么我可不可以就假设他们都是150厘米呢 可以吗 我先假设嘛 那么当然有的同学不到150厘米 那我再减掉了 有的同学可能超过150厘米 那我再加上了 对吧 来我假设每个人都是150厘米 一共有几个人啊 2加1加2加2 7个人 对吧 这我是假设每个人都是150厘米的了 但是 这是总的身高吗 不是 为什么呀 不是总的身高 没有一个同学是正好150厘米的 要不然是高了 要不然是低了 对吧 来我们挨个看一下 如果是高了 那么我们就是加少了 再给他加上 如果他比150厘米低 那么我再给他减掉了 来前两个同学153厘米 哎 还少了几 少了两个三厘米 对吧 那再加2乘以3 一个同学身高152厘米 少了一个2 再加上 两个同学身高149厘米 哎 是多算了1 两个人就多算了2 所以把加改成减 是减掉2 好 接下来来看 两个同学身高是147厘米 每个人多算了3 再减掉 两个人就是减掉2 乘以3 这才是总的身高 对吧 这是实际上 所有人的身高之和 再除以 所有人的人数 2加1 加2 加2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式子 看起来就比较好解了 150乘以7 来 再加上 来里面 2乘以3等于6 6加2等于8 8-2等于6 6-6等于0 诶 误差正好是0 然后 这个的结果 再除以7 那么就等于 150乘以7 再除以7 来快速的算一下 最后的结果是 150厘米 也就是说 四年级羽毛球队的 同学的平均身高 是150厘米 来看一下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我可以利用最直接的方法 把所有人的身高 相加 除出来的和 除以总人数7 就可以了 但第二种方法 我是找到了一个基数 在这个题目中 我找到的基数是谁啊 是150厘米 对吧 也就是说 我先假设 每个人都是150厘米 当然有的人比150厘米高 那我再把它加上 有的人比150厘米低 我加多了 我再把它减掉 把我们误差的部分 进行一个加或者是减 最后再除以总人数 思想上是一样的 都是用到了总数除以分数 对吧 但是你看 是不是第二种方法 更简便一些 是吧 那么这就是 选取适当的基数 接下来我们快速 来看一个巩固联系题 四年级一班第三小组 参加了数学竞赛 其中一人得了97分 两人得了94分 四人得了91分 两人得了89分 两人得了87分 问这小组的平均成绩是多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要是把所有人的总分 都加起来 好像计算起来比较麻烦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结合 我们刚才王台立体的思想 是找一个基数 来看一下 一些人是90多分 一些人是80多分 所以我可以找一个基数是90 我假设每个人都是90 来一共有多少个人 1加2加4加2加2 那么接下来我需要怎么样 多算的我要减掉 少算的我要加上 好我们来看 一个人得了97分 我算了90 所以我少了几啊 少了7 我再给他加上 两个人得了94分 所以每个人少加了4 两个人就是少加了两个4 我再加上 4个人得了91分 我算成了90 所以每个人少加了1 4个人就少加了1 乘以4 我再加上 两个人得了89 我多算了一分 多算了一分 减掉 两个人就是减去2乘以1 两个人得了87分 87分我继承了90分 多算了3 多算了3减掉 两个人就是减去2乘以3 那么这个是实际上 所有人的分数总和 对吧 总和除以总人数 总人数是几 1加2加4加2加2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计算 等于90乘以1加2是3 3加4是7 7加2是9 9加2是11 再加上这些误差 来误差 7加2乘以4 就是7加8等于15 15加4 19 19减2 17 17减6 11 加11 再除以多少 除以11 那么就等于来看一下 在素算小算部分 我们利用的基本的运算定律 对吧 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写成90 加1乘以11 再除以11 对吧 来最后的结果等于91分 所以这个小组的平均成绩是91分 那么原理其实也是找到了一个基数 根据不同的问题找不同的基数 这个问题我们找的基数是90分 然后把多算的减掉 少算的加上 然后用总数除以总的人数就可以了 这么多的基数是90分 所以我们下车就能够理解写了 那么我们下车就能够理解写了 那么我们下车就能够理解写了